看一下我这盆长袖花老庄 大家看一下 这头上全部是花苞 这个老庄养护两年多的时间 这个枝杆大家看到了 非常粗壮的枝杆 木枝花的枝杆 而且顶端全部是花苞 要想长袖花养成这个样子 首先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真根杖花形养叶 因为养分族有了一趟花养分花 开出的花色深夜 而且还能延长花期 现在是花苞期 完全打开 它打开的时候非常艳丽 就像这些红通通的花朵一样 非常鲜艳非常密集 所以喜欢长袖花的花园们 一定要记住养分族光照族 有利于它开花朵 好了再见